台北地检署协同联正署证办金华城案 即台北市议员应小为与维京集团主席 申庆金被裁定收押禁建后 尽早检联率对前往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住处进行搜索 不过搜索过程一度受阻 办案人员清晨6点20分抵达柯文哲住处 然而柯家却吃不开门 导致办案人员无法入内 公务车一度驶离 一直到大约7点35分折返 柯家人才终于开门 让办案人员开始执行搜索 预计搜索行动结束 将柯文哲直接带回证讯 除了前往柯文哲住处搜索 另一头检调今早8点 也置奔柯文哲位于台坡大楼的办公室展开搜索 对此民众党则发出声明 呼吁检调遵从侦查不公开原则 不要引导外界未审先判 全力支持柯文哲汉为清白 不过柯文哲住处遭搜的消息传出后 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终于等到正义的这天 也有人横算难道柯文哲提前知道自己将被约谈 昨天才会宣布向党请假三个月占领党主席吗 柯文哲蜡烛多头烧 昨天才开完记者会 说明大选政治现金的作状风波 以及4300万的商办争议 现在又面临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城 容积率变更案遭检调正办中 此时评论员吴静怡认为 柯文哲已经砸毁自己最重要的招牌 柯文哲现在麻烦的就是说 他击败了他自己 民众哪个击败的人是柯文哲 他打毁了自己最重要的招牌 叫什么你知道吗 财政纪律 他把财政纪律给打倒了 财政纪律倒代表什么 你的县市首长也无望了 柯文哲争议一波接一波 随着检方侦办步步进逼 外界关注金华城案 恐怕将让柯文哲身陷司法尼诺 记得张文哲总理报道 有评论 大便是 感谢观看